我們歡迎下一位延長者 他是畢業於昭鳳大學建築所 然後他現在在做 就是在一個募動設計媒體公司工作 然後他就是為我們想講的東西 有關於他很懂事在結合出位的待遇 那我們歡迎他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那我為大家接觸帶來的 叫Prior Meets Coffee Return 那其實我一直在學找一個 能傳承傳統布袋系的一個方法 然後他必須一個創新的方式 因此我在最初之前的時候 我就用了一個科技的一個搭構 來入入了布袋系的靈魂 我稱他叫社會布袋系 那其實主要原因是希望透過社會的方式 能讓現在新一代的孩子 對布袋系的這種文化是有興趣的 所以一到一開始的時候 我就必須拜訪布袋系的老師 就去了解關西靠你怎麼玩 其實我一開始也不會玩 所以我就從他的玩法 然後到他的一些歷史 然後來去了解 那在了解的過程當中 大家應該印象比較深刻是在那個 民初或者是在那個演台戲的時代 其實廟城啊很多活動都在這邊表演布袋系 然後之後就會漸漸轉到電視的頻道裡面來去 所以這時候那個 那就是在這時候出現 那可是這是在全盛時期 那漸漸的到1997年的時候 其實他漸漸沒落了 然後慢慢一大堆的那個 那個花協偶師其實轉到了那個小學來去做那種盤湯的教學 那到現在其實越來越少了就會產生一個 文化的一個gap在 那因此我想說 那現在小孩子喜歡玩的是什麼呢 那就是這些東西 那也是我想也是你跟我最喜歡玩的東西 怎樣用那個變動的方式來讓引起他們的興趣 於是我開始了我的創作的第一步 那我創作的第一步當然是要開始建立螢幕裡面的東西 所以我開始Key了一個3D model 透過這樣子一個布袋系的3D model 它可以做一個手腳以及頭的一個靈活的轉動 那這樣子的轉動之下 除了虛擬的之外 我必須要有實體的物件啊 所以我開始縫製一個布袋系 然後必須在這布袋系裡面去藏了一些感應器的裝置 透過這些感應器的裝置 它可以去控制螢幕上面的系 所以因此我的第一代的布袋系就上市了 所以這是我的布袋系 然後那時候其實我後面還要加一個USB 因為它還是必須跟電腦來做串聯的動作 然後我因此蒙製了無數的布袋系 然後開始來做一個北中南美術館的一個展演的活動 那透過這個展演的活動 把我這個書會布袋系的一個想法 然後漸漸的傳給新一代的人們這樣子 可是這樣子夠嗎?其實還不夠 那所以也很高興的有一個機會就是我拿到KEEP WORKING的方便 然後到建討大學那邊去學習了一個月 這個企業管理的課程 其實原本也沒想到過拿到做 去學習這樣子的課程 所以我帶著我的系友很認真的到建討裡面去學習 然後在那邊很認真的看得出 然後思考說下一步我們應該是怎麼做呢? 怎樣能讓他一直KEEP WORKING下去 所以我們就在思考在學習的過程當中 我們在了解說Social enterprise這個概念 就是社會企業的責任 怎樣去透過營利的方式 能把所有的營餘能回饋給社會 或者就是回饋給組織本身 那知道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它可以永續經營這樣的一個idea的時候 我就要開始思考說 這個營餘模式有哪些角色要進來? 那這樣子我開始定義說 這樣角色的起來在沒有資源沒有金錢的方式之下 我開始要去定義這角色如何去建立一個平台 然後能讓政府或者是娛樂公司 能把資金注入進來 然後來回饋給一些可能是開發者 或者是操我師們 因此我在回台灣之後 建立了書會布萊西論壇的平台 透過這個平台我收集了不同的 任何國家對偶戲這個文化 然後把它變成數位化的一個想法 那也很高興透過這樣子的平台 我認識了超大的冰空系的胡竹生招秀 然後因此我有第二次的展演機會 這個展演機會我們參加了那個機器人大賽 那所以我們剛剛從數位去然後到用手去操控 我們這一次加入的元素是機器人 自業掉了 所以自業其實是有一個機器人 然後以及剛剛的那個數位布萊西 一起來同時做操作 所以我們開始讓大家能了解這個訊息是說 他開始願意接受所有不耐心這個idea 然後也建設了不只是國內國外 也開始透過這樣的平台聯絡 現在還在經營這個平台 那希望能把這樣的idea傳給下來 也希望現在在場的各位朋友們 對這樣子的idea能更增加了一份 謝謝